17岁的严浩翔迎来人生新的阶段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备战议考和高考 作为时代少年团rapper担当 粉丝想不出来他会报考哪个艺术学校 若是报考国内学校应该首选北京校区 工作和学习都能兼顾 尾号6208是严浩翔创作的歌曲 刚上线就创造了有你音乐榜新记录 是榜单最年轻的夺冠歌手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被轻看的歌手 新歌的创作背景除了与他出生的时间有关 尾号6208也是他曾经不用的手机号 暗含他想要找回遗失的小伙伴 以及对过去的和解 人民文娱特别推荐严浩翔的这首歌 粉丝觉得他越来越优秀了 也算是为TNT时代少年团争光 创作背景被不断解锁 也算迎来了新高度 对严浩翔而言舞台特别重要 当年他离开时代风俊 皆因黄瑞承诺提供舞台 但后来食言了 家庭的原因让严浩翔只能孤注一掷 若没能在台风蜕变之战成功出道 他以后不能唱跳 作为时代少年团成员出道 年仅17岁 已经创造了多首单曲 有很多曲风还比较稚嫩 却能看到少年在音乐道路上的蜕变以及进步 穿衣风格相吕相弃 透露出一种极简的贵气感 明明家庭条件出众 他为了梦想和舞台却不觉得累 父亲从一开始反对他唱跳 即便如今同意了 却从来不会给他任何帮助